主席 我們請翁院長 請翁院長 李偉恩好 院長好 院長 中研院是我們國家最高的學術殿堂 所以院長您說的話應該是最具有分量 也有它的高度 所以本期想有一些比較關心的問題 來請教一下院長您的意見 首先核廢料 院長早上也回答了很多核廢料的問題 到底有沒有可以解決的方法 核廢料 我早上有說過最理想的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運到 境外 境外有認證的地方去做再處理 是 那我們在台灣自己 國內有沒有在利用在研究發展上 可以去處理的 我們不行 因為這個 我們有簽這個所謂反擴散條約 我們是會員 一定要依照這個國際的規範 那有幾個地方可以再處理 台灣不是 台灣不行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境外的處理 對 就像院長您說的 就是用深埋的方式 那個是第二個方式 那是深埋在台灣要找到幾千公尺 可以挖幾千公尺 這個不容易 不容易 除非你從山上一直挖 這就會整個破壞 這個 那其他在 在國外一些 擁有核電發電廠的國家 他們是怎麼處理核廢料的 那譬如說日本 日本他是有一點類似我們的做法 他把它放在這個燃料池 但是外面又蓋了一個相當堅固的這個水泥 來把它涵蓋住 那這個是比較權宜的做法 那所以日本碰到這種地震 他就沒有辦法 就燒起來 海嘯來就更糟糕 所以這一些天災的問題 其實我們很難去預測 那加上過去幾十年來大的地震 都是發生在太平洋地區嘛 所以我們才會擔心這個核廢料的問題 那譬如說在英國 英國從來沒有地震過 德國也沒有地震 那美國也是有一些地方有 但是他們放的這個核電廠的地方是非常偏僻的 院長 那如果說核四要續建 那以後廢核料的處理就是最大的關鍵問題 對我是想 假如說我們是跟G1嘛 那G1為什麼沒有幫我們處理核廢料的問題 我不知道這個條 簽約是怎麼簽的 應該蓋廠的 蓋廠的廠商 應該也要幫忙解決這個核廢料處理的問題 那如果說核四是停建 那我們的替代能源 在我們台灣 在我們中研院的研究上 台灣可以發展哪些替代能源 最有機會發展又是什麼替代能源 台灣現在有的是已經成熟 有的是還沒有成熟 已經成熟像風能是成熟 但是台灣的風力不穩定 那不太成熟的是太陽能 不過太陽能已經商業化 只不過成本比較高 但是它的技術一直在改進 譬如說現在效率是13% 假如增加到18%的話 說不定它的經濟效應 所以風力火力太陽能 這些在台灣哪一個比較有機會 讓我們可以比較穩定性可以發展 可以供應我們的發電 現在是靠煤炭跟天然氣嘛 那個是穩定的 但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所以目前沒有穩定性的 就是煤炭跟天然氣啊 那足夠嗎 替代能源可以穩定足夠嗎 但是那個不能再一直增加 因為我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超過了 超過了嘛 超過 所以有一個辦法就是增加天然氣 因為天然氣的這個排放量沒有比煤炭那麼高 所以我們台灣還是在追求減碳 對應該是追求減碳 然後增加效率 能源的儲存的技術也要發展 所以我們還有時間嘛 那假如在這一方面能夠 所以能源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最近也有水力發電的問題 現在又缺水了 我們又看天吃飯 風力也要看天 水也要看天 這個都是不穩定的 對都是屬於不穩定的 所以我們院長你也說了 我們最近的降雨量是三十年來 對 乾濕最不穩定差異最大的 那我們中原院有沒有研究 在怎麼樣來處理這問題 和供水的先後順序 院長你認為怎麼樣的供水順序會比較好 這個我沒有仔細的去研究 但是這個問題是來自於地球暖化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太多造成的 這個問題 對 那有沒有建議政府怎麼樣的先後順序 我們當然在2008年的這個政策建議 有建議政府去面對這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問題 到幾年之後要減少到什麼什麼 對我說供水的順序問題 因為中原院都在做研究 應該有些具體的作為嘛 對 八千位研究人員 總共為國家做一些比較可以讓人民有感的做法 我想這個 這個 目前現在耽誤自己缺水的情形 對 而且有可能更嚴重 因為這個 台灣不是乾旱就是 就是洪水啊 所以 所以趕快研究出一套方法 讓政府有個方向來處理 這也是民生問題啦 對 也有農田的耕作問題 糧食問題 都是相關聯的 所以中原院也要朝這方面 趕快有一個研究的方向 讓國家這個能夠解決這個乾旱的問題 好不好 就是雨來的時候我們怎麼除水 可是趙雨又失敗啊 人趙雨也失敗 你要看天后 條件要足夠才可以做出人趙雨啊 是不是 好 院長我 接下來都要請教你一下 你在二月份的時候 中原有發佈 高等教育科技政策的建議書裡面 有指出 以前廣社大學 所以造成了學歷被貶值 人才素質越來越低落 所以這不是說把這責任推到以前的院長這邊 也沒有要院長你自己來表態 只是說我們十二年國教 真的就像你所說的 重學歷不重能力嗎 我沒有講十二年國教是這樣 我說我們現在很多的那個核心 都是從 都是看學位嘛 我們薪水的制定都是先看學位 學位 能力 你學士會多少錢起薪 所以技術不夠 所以 畢業就失業無法求職 沒有在看能力啊 沒有在看能力 對 所以私信發展喔 是讓我們行行出狀眼 在十二年國教最重要 是讓家長 跟一些比較對讀書比較沒有特別強的孩子們喔 可以在他興趣上面 可以技能上可以去發展 所以十二年國教是最重要 要這樣子發展的喔 所以我們也希望中研研可以 在這方面能夠有更多的看法 可以讓我們的技職教育也可以更加的成功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也有看到 十二年國教裡面有一個 披薩的題目 院長你知道披薩這個題目嗎 提醒啊 提醒啊 所以 中研院也要跟我們研究一下 因為十二年國教有個區域齁齁 要舉辦這個披薩這個提醒 很多家長都覺得齁 有很多種事情我們都是 由凡到凡 那現在我們設計出來這個十二年國教的會考 又由凡到凡 又有抄而比序 又有這個音聽 又有披薩這種提醒 蔣部長是說披薩這個提醒是屬於自力測驗 嗯 那我們中研院 有沒有哪一位博士認為 這個提醒對我們學生以後的能力 生活上的發展 有幫忙的嗎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誰 都沒有研究 我們中研院是人文科學學術研究的最高殿堂 都不知道這個提醒 那太不關心了齁 我們會去瞭解 那請你多多了解 研究之後來給我做一個書面的報告好不好 好 那剛剛 呃 一千多名的研究人員 而且編制內的也將近一百名 一千多名 一千多名 一千多名齁 在這一千多名裡面一定 不是只做一些評論 對 對不對 一定要有一些正面對政府有幫忙的具體的作為 好不好 好 那還有 有關我在媒體上聽到的齁 南院齁 那本席是支持啦 至少南北平衡啊 也可以幫助我們南部的產業有所發展 可是至少還要看到南院的計畫 我們來再做來討論好不好 對對對 當然 好 謝謝院長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